拍 立 用力的插 布台乡阿里 神山大午三个部落族人 在地图上插上旗帜 象征宣告自然人文生态景观区划定完成 未来部落就能依法管理 设定游客量 游客行为 搭配专业导览机制 让生态体验活动 与自然人文生态景观朝向永续经营目标迈进 第一 自主管理很重要 自主经营更厉害 更重要 另外 自主享用 我们也要知道怎么回馈 最重要的 那个就是我们在地部落的族人的支持 你可以看到他们释出了他们的土地 我们一起来经营 来共同来努力 来宣告我们这个部落 同时的实习就是存在的部落 不能让它消失 画色公告范围面积合计约1435万2390平方公尺 包括大午部落七彩岩壁哈游西 云豹之汤 阿里部落的小鬼湖林道 以及神山部落的神山瀑布 画色的这个区块的资源可以永续 这是第一个目标 进入这个区块的可以有可以遵循的这个机制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 就是部落的族人可以在当中看见更多的这个发展的机会 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条件 就是它本身这个资源条件是够的 另外一个是要部落共识 所以要能够有部落的共识跟支持才能够真正划设起来 屋台乡花了五年时间与在地族人沟通 同时也培训当地导览人员 近期将建置导览解说服务人员平台 拟定相关收费机制 希望为屋台乡带来实质的经济收益 原来希望巴浪 评论屋台 产生部到